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没有知名度 不可能有台湾狗仔队主动跟踪他 因此认为女方自导自演 主动爆料给狗仔队 结果那字夫丁就被摆上台了 留言中只有少数网民表示支持张东晴 换个焦点 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兼安顺区国会议员尼可敏 虽然没有当上部长 但也频频为内阁说好话 他今天出席安顺的活动时就提到 内阁成员开会只吃售价一令及五十仙的椰浆饭加矿泉税 这种节俭风气将为整体公务员立下廉政抹饭 他说前朝政府就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 导致许多政府部门出现舞弊贪污现象 而新政府的节俭之风将鞭策全体公务员更连结 国家可以省下更多公款造福人民 接着来看 为了救国 我们有大马希望基金 为了救官司缠身的前首相纳吉 也有人推展释放纳吉基金 截至昨天下午五点 这项运动已经筹获22万 距离50万令吉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为了筹款 巫统的马六甲野心区部妇女组主席查理哈 透过脸书上载一段视频公开表示 愿意捐出自己心爱的手链 查理哈的举动引来网民一面倒的批评 认为他应该捐给更需要的人 而不是纳吉 也有人直批他越老越糊涂 然而这份心意却让纳吉珍惜不已 甚至透过推特发文 感谢查理哈 最后是体育消息 泰国12名少年足球员和教练 到国家公园洞穴探险受困的案件 虽然救援队连日搜救后终于找到他们 但因为地势险峻 洞穴内有许多地方必须潜水而过 加上少年们还没学会潜水 所以泰国拯救单位暂时还未能救出他们 另一方面 这个事件传开后获得世界的瞩目 FIFA更向泰国祖总发信 邀请这群少年和教练 飞往俄罗斯看世界杯的决赛 今晚的大事迹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